前面超瘋的 你一路走 完全是 你真是畫畫的 有沒有看到一個位置 左右兩邊 這裡 還有這裡 夾起來 大家看到嗎? 兩邊都是填滿了的壽球包 好美啊 花完這些錢之後 會幫你賺得越來越多的錢 神社可以花港幣 也可以花日圓 外幣那些全部都可以花 所以我們準備了 一張一萬日圓 一張一百港幣 食肆夠大的 其實是最大的銀碼 儲香港錢才有用 Hello 大家好 早安 相信大家都聽過 在日本看壽球花是很有名的 我就想帶大家來到東京 一個算是近郊的地方 由東京市區過來這個地方 只是一個小時都不需要的 就是位於千葉縣的本土寺 是一個看壽球花很有名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不像廉仓 或者其他更加大型的 售球花景點 其實這裡應該是沒有什麼人的 因為我們剛才沿路過來 完全一個人都沒有 我相信裡面應該都很寧靜的 而且這個地方也算相對上比較近 這個地方就是在住宿那邊 新橋站過來這裡 最近叫做北小金站 是一個小時都不需要的 全程搭JR轉兩次車就好了 哇 一走進來過了這個山門 進來之後 已經兩排都是 但是現在可能是七月頭了 遲了一點 那些壽球花好像已經有蝶蝶蝶蝶的 哇 好漂亮啊 進來這裡 哇 這裡已經爆滿了 穿進來 完全是成片壽球花海 很精彩 那壽球花後面 也配搭著一些古舊建築的寺廟 整個景觀很漂亮 而且真的沒有人 為什麼會沒有人呢 這裡這麼漂亮的地方 哇 前面超瘋的 你一路走 完全是 你真的說話聲 有沒有看到一個位置 左右兩邊 這裡 還有這裡 真的很開心啊 很漂亮 你的花 雖然它過了 我覺得它有點過了 它最恩性的規則 但是它反而沒什麼人 我也覺得是因為現在過了一點時間 所以 沒什麼人 不是沒什麼 是沒有人 零啊 完全全都有人 我們那天在陪生逼著什麼 到底 不知道逼著什麼 我們在逼著什麼 等等 再來一個 可以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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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了 我還要完全不用給入場費那一刻才誇張 其實這個園區不是很大的 圍繞了一個圈 我想15分鐘都走完的了 但是唯獨是這條正殿位這條路是最漂亮 因為這兩條路是最窄的 花是最擠切的 最夾起來 大家看到嗎? 兩邊都是填滿了壽球花 好漂亮啊 還有這邊的壽球花是紫紫粉粉色的 旁邊是藍色的 它是分了不同顏色的走的 不過大家來這個寺廟 記得要早一點來 我們今天晚了一點 三點左右才來到 這個寺廟是四點的 所以大家早點來 沒人 好厲害 最重要是這個寺廟 完全不用入場費 大家在這裡是免費任影壽球花 這裡是壽球花放題 環繞著的樹 很多都是楓葉樹 相信如果11月 紅葉季來的時候 又會是整個字廟 佈滿了紅葉 所以大家如果來東京 想玩一些美景去 但又不想去一些很遠的話 來這裡也挺推介的 這裡有一條橋穿過來 哇 真的很漂亮啊 然後這個位置還有一條橋 可以走出來 我們原來看少了這個園 也挺大的 原來不只15分鐘 我覺得這裡要 我們實在是被門口位的花海吸引 完全是 不捨得走 哇 這些全部都是紅葉樹來的 這個位置上這條長長的樓梯 就可以上到五重塔的前面 這不是公主嗎 公主的頭什麼事啊 先處理一下 現在來到人形丁站 出來很近的 就是這個小網神社 小網神社有稱為洗錢神社 所以今天要來洗錢 洗乾淨的錢 然後變成有錢的錢 不是 洗完錢之後 會幫你賺得越來越多錢的錢 先洗手 進來神社 首先要準備5日圓 現在開始拜拜 要先丟進箱裡 總之現在的玩法 就是首先 我們應該要在門口有一隻福祿獸 要跟它拜拜 現在跟福祿獸 先許完 先許完賢 先許完賢 然後摸摸到頭殼頂 摸摸一下 摸摸到頭殼頂 可以金運 驅小人 和幸運 都可以 然後拿個籃 把你的錢丟進去 包括信用卡銀包都可以洗 鑒於這個洗錢神社 除了日圓之外 是可以洗外幣的 所以很幸好我準備了一張一百元 長期開代 在香港錢才有用 準備洗一張一萬日圓 吃枝色夠大的 一萬 再加一塊水 你又適合 洗淡了 除了洗錢之外 還可以洗卡 和銀包都可以洗 但我只洗錢和洗卡算了 最常用的卡 拿起最常用的卡 過來 洗完 好啊 洗卡 首先把100日圓 很容易用錢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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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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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子住在裡面 越來越替你增財 這個小網上寫 還有一些符可以買 或者可以抽籤 看看自己的運程 開的嗎? 對 要開的 有下銀也有 是嗎? 金韻符 末星溫嗎? 即是No Good 即是不Not Good? 是的 急轉直下 你開完這個 這是大金韻 大家都知道 其實去新神社 我們抽籤 其實都有些小張或大張 這張有包著那顆 其實是 extra 給你放進袋子 好像護身符 如果它有分的 譬如說大吉吉末 或者是超厚 即是類似大厚 這張其實是少少Bed 按Depend你想不想放下 小Bed而已 但這張其實都不是特別好的 你也可以放進袋子 那這個呢? 這個就 戴著自己的護身 戴著自己的護身 這個有分大好還是 這張寫法不同 有時通常是吉和大吉的 我覺得這個是OK 你可以保持著 這張是保持著給你自己 即是你把好運留給自己 不好的運就幫你清掉 保持的就長期保持在銀包 你可以保持在銀包 或者保持在枕頭底 當是護身符 長期更新 有些像在香港王大仙拜神一樣 也是這樣的道理 那這個呢? 這個其實銀色是解釋你的勝利運程 金色那張是金運 你的勝利運程說你是運程比較差 就說你要慢慢去挑戰你的人生 或者不停努力的話 你的運程就會更加好轉 剛剛在神社裡面抽的銅錢 如果抽到是騙運一些不好的東西 你千萬不要拿走 是要掛在神社裡 否則就意味著你拿走騙運 那現在真的好 我知道我有騙運 我放下它 然後拿回福的酒 好 大家圓圓一下自己的戰績 我們終於花錢了 我們要發大財 我們會發大財的 我們要多賺點銀 把騙運去 最強財運 Yes 我們現在來到村上春樹圖書館 它是在祖道田大學裡面的一個很漂亮很大的圖書館 現在就到了這個圖書館了 很漂亮很大 它外面都在這裡好像一個art piece 這個圖書館最底下有一間cafe 叫橙子貓cafe 都挺漂亮的 看到很多人在裡面 喊一下飲料 喊一下小點心在這裡坐一下 Chill一下 穿上春樹 和祖道田大學的一些畢業生 他們希望在這個圖書館裡 成為國際性喜歡文學的人 都會來這裡做一些research 參考 的確的 村上春樹為主 裡面有很多它珍藏了的作品 收藏系列 書籍 它自己的手稿 可能是有些膠碟有沒有看到 都有 它有很多黑膠碟 這些都是它自己珍藏的黑膠碟 在18年的時候的press conference 其實村上春樹 它也有說到希望這個地方 會聚到國際性 喜歡文學的人都會來的 無論你是因為喜歡文學 因為喜歡穿上春樹 還是純粹打卡 還是感受下光文學分圍 你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的 我看到大部分書籍 都是日文的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進去的時候 它有說到有很多 宣上春樹的國際譯本 都可以在這裡見到的 這是一個research的好地方 所以這裡是村上春樹的母校 在這裡讀了七年 其實這間大學也非常知名 是全國最知名的一間大學 全日本的人都欠奔頭來這間大學 日本的學生為了進入這間學校 也都捱奸底夜 也可能有些人忍不住 受不住壓力自殺 這間大學也逼死了很多人 現在我們就來到這個不忍池了 應該是因為差不多有祭典 下祭 那現在呢 建了一些棚 然後上面掛了一些風鈴 在這裡很漂亮啊 這條路 是我最喜歡的風鈴 我聽到的聲音很棒 很漂亮 這個上映因此公園 全是被河花包圍的 這裏叫河花池 哇 這些河花是很茂盛的 很高的 在這個高度 所以這裏也挺漂亮的 挺有趣的 而且配上一些風鈴 這樣很漂亮啊 很漂亮 但又有河花在 但現在應該是未適合季節 所以全部都未開的河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